OK,let's move to the next part 跟主持人一起单词吧 好了,我们刚刚通过一个文章 其实文章非常简单 我们这一课就讲 这一单语就讲这一课 所以我们看这课里面 所以单词有哪些 我们说了 这课跟music相关很多 所以我们聊很多的music Wow,what's this? 我们刚刚说了 This is a piano 这个词我记得很简单吧 它的音节非常简单 就是piano 不读piano啊 这个a字这里发的不是a 而多的是adding 所以是piano 好,来一遍啊 piano piano And what's this? 这个大家有记得见过吗? 什么呀? violin 注意它的发音 因为有个小v在里面 所以一定要上牙齿和下嘴唇的摩擦 必须摩擦 不摩擦就不对了 好,看着我嘴巴 v violin 好,再来变 violin violin 好,and this one 这个呢 大家见过这个吗? 这个到大学之后 基本上很多男生都会弹那个东西 那么这个叫做guitar 叫做吉他 我们把它分成就是它的名字 guitar这个名字 音译过来叫做吉他 很酷啊 Guitar 这个词最发音 Guitar 这个UI的发音发的是一定 所以千万别丢了U 是G-U-I-T-A-R Guitar Guitar And this one And this one This is very cool 这个是非常酷的乐器 如果男生会追这个 那甩带了 我们中文就是英国叫做socks 或者我们叫做什么呀 socks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saxophone 所以他这个音就是我们的 saxophone 就过来的 所以看他的发音 后面有个phone 非常好句啊 Saxophone Saxophone 吹sax管 对吧 很酷的一个乐器 And this one 这个男生要敲起来也非常酷吧 很多这个乐器都是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drum 就是我们的架子鼓 它就是一种鼓 所以drum就可以了 drum And this one 这个也是在一种重金属乐队里面 都少不了的一个声音 就那种很金属的那种乐在里面 大家听过吧 就那种各种的 这个是什么 我们也是翻译成bass 那么他的翻译就是bass 就是这个可以翻译成bass V-A-S-S-Bass 好了 所以这么多乐器之后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些不同的乐曲曲风 那我们看第一个 The music Classical music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做classical classical其实就是我们的古典音乐 我们大家回想一下 刚刚那些乐当中 哪些乐器可以演奏出古典音乐呢 classical music 你觉得能用那个什么bass 或者是guitar吗 来 classical music的乐器 那么肯定离不开这些piano和violet Next one Jeff 爵士乐 那么爵士乐这种乐曲 它应该用哪种乐器可以演奏出来呢 Jazz 当当 我们会用guitar或者是bass Saxphone这样来 那么最后我们的rock Rock and roll就是我们的摇滚 I wanna rock 当当当当 I wanna rock 当当当当当 最近摇滚很火 所以他们就是这些什么家族 贝斯这些东西 所以不同的乐器 他们所演奏出来的曲风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拿一个非常摇滚式的乐器来演奏 你演奏不出那种民族风出来 它一定是很吵闹的声音在里面 所以rock and roll 还有Jazz 还有像class music which is your favorite 你最喜欢哪种呢 OK 所以我们把这些统统都叫做 musical instrument 所以musical这个词来自于music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文中当中 所见到一种叫做clavichord 那么这个单词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大家了解即可 它不是重简单词 就知道就可以了 是一种古式钢琴 它的名字很怪 叫做clavichord 这个C发的是k 然后la就是la 然后V就是vi 所以clavichord 后面这个core是chord发出来的 所以大家只要把每个音节搞清楚 就是很快读出来 来 跟着我分音节读 clavichord 连起来 clavichord clavichord OK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古钢琴 而在钢琴也好 古钢琴 所有这个键盘 我们其实就把它叫做key 所以key的意思不仅有钥匙 在这里就表示我们做的那个键盘的意思 而键盘之后 连在键盘呢 有个小弦 能够演奏出乐器的 这个就是什么琴弦 string string 那缺少了这个弦 让你没有声音了呀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还说了一个touch这个词 叫做触摸 触碰的意思 那因为 the clavichord was damaged so we're not allowed to touch it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动词 碰 因为它被弄坏了 damage 毁坏了 那当然 爸爸非常的shock 所以我们来把所有单词 再次统统出现一下 not allow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不要着急 我们把单词全部给他再听一下 这是本单元 大家需要掌握单词 那么除帅 回家进行拓展 首先我们从这个第一单词 jazz来讲起 那么我们刚刚补充了很多乐器 这里不太多说了 来 开始机里 好 古典音乐怎么说来着 classical 就是class 后面叫classical classical music 而这里叫做jazz 叫做爵士乐 那么还有很多乐器 Rock classic music jazz light music 还有blue 蓝调 各种各种曲风在里面 好 当然就是音乐的这个词 那么很简单 所有人都知道 那么音乐的这个词就来自音乐music music 我们在后面加个al变成了音乐的 那么所以我们才会将musical和instrument连在一起变成了乐器 叫做musical instrument 切记可别说成了music instrument 要加个al叫做musical instrument musical instrument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音乐需要知道的一些单词 music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音乐家 musician 就是我们说的音乐家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所有单词进行一个汇总 什么汇总呢 就是联想 当你由一个小的词根来联想出其他的词来之后 你就可以将一个单词把它给演变成N多个单词在里边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music来演变出各种各样的单词 大家可以自己来回忆一下 刚刚楚帅是如何一步一步将这些单词全部引出来的 比如说像什么music 然后再变成了musician 那么其实大家发现就是加了一小笔吧 真的不费事 你都说啊老师你真烦 本来一个music得了 你还能听到这词来 多简单呀 你看 有一个music 后我们再给l变成了musical 后我们再给ican变成了musician music这个词加了ican变成了musician 你看到一步步变化 是非常非常简单 music加了一个ian 我在表乱 music 后我们加一个ian变成了musician 那么它的原型不就是music 所以非常简单 我们有一个music加个al变成了musical 然后再后面加个ian变成了musician 那这样我们由一个单词又多记两单词 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记单词就这么记出来的 好了 你再读一下 music 音乐 音乐家musician 音乐的musical 所以再来一个乐器 musical instrument musical instrument 那么下面这个词我们就略记了 clavichord 绘读就可以了 clavichord 古钢琴 clavichord 好 所以关于音乐的我们再说一遍啊 music musical和musician musician非常好记 在music后面加个ian就可以了 就是音乐家